在北投回來之後我們就去西門町 入住我們這個旅程的第二間酒店 禮下雙旅 西門町有兩間 我們住的這一間是西門捷運館 西門捷運6號出口 大概走3至4分就到 而且這條街還有不少巴士站 很方便的 這次我訂的這個是無窗的VIP房 價錢大概是1400多 不是旺季 住了兩晚包括星期日 星期六和星期日會比較貴一點 酒店是在大廈的六樓 前台的員工都很友善和主動幫忙 剛剛還是酒店的周年紀念 還抽到小禮物 房間的格局有少少似劏房 他一層裏面間了很多很多個小房間 所以很多房間其實都沒有窗 房間裏面的東西 就未必有平時酒店那麼多 水壺就要出來這裡拿 每一層都會有這樣的空間 有水壺也都有水機 這間房間我覺得都挺新的 床和枕頭都很舒服 而且它還有符合香港製式的衣服插頭 和USB插頭 雖然是劏房的格局 但以外地放置物品的地方都挺多 還有足夠的空間 可以打開兩個行李箱 同樣會有兩瓶水 一些小食 小食 房間的插頭位置都不少 雖然房間是沒有窗 但都不會覺得有一股麥味 或者很焗燥 整體來說我覺得都挺舒服 洗手間都挺大 有浴缸 不過浴缸就是另外陷入 所以和牆壁就有少少縫隙 初來的時候如果動作太大 有機會水就會灑到外面 不過水溫和水力都足夠 一次性用品就不太多 紙拖鞋超薄的 另外還有牙刷 浴帽 牙膏 牙膏和肥皂 但是洗澡用品就不是一次性的 它還有一個小角樓 要走樓梯 裏面有免費的按摩椅 和要付錢的洗衣機 乾衣機 還有一個小小的兒童遊樂空間 摺袋柱那層還有一個磅 可以給大家幫行李 回到前台旁邊的公共空間 還有很多物資 有餐桌和沙發 還有小食和飲品和咖啡機 這裡還有一個寶寶奶瓶消毒器很貼心 都有多士爐和微波爐 早上會有罐裝咖啡 還有麵包 這個牛角包以外都蠻好吃的 而宵夜的時候就會有杯麵 夜飲會在固定時間補貨 如果遇到很多客人的時候 有機會就未必拿到 推薦這裡的竹肉按摩池 超棒 不過要跟前台預訂 因為它總共只有兩個竹肉空間 而每個空間大概做到兩個人 加一個小朋友 而且每天有固定的時間 太晚回來就會沒有了 按照慣例 我每次來都會網購 這次媽媽很想吃逆順軒的三星蔥蛋卷 但是台北真的沒有 想當年去宜蘭的時候見識過 他們真的超多人買的 而且他們的東西都是超便宜的 可惜要網購才買到 而他們的三星蔥蛋卷更加是王牌 真的很好吃的 蛋卷很酥脆 而且有超香的蔥味 反正都是給這麼多油費 我就買了它另一個王牌 這個卷蛋要冷藏 我就沒有特意跟前台說 這個包裹裡面有冷藏品 因為我打算放它室溫幾個小時都無所謂 誰知我回來的時候 看到他們特意幫我雪藏了 真的很貼心 先說回這條蛋卷 蛋糕部分非常軟綿 巧克力味都很濃郁 而中間的拿破崙很酥脆 牛油味不算很多 但是這個價錢收貨 而且我隔了幾天吃之後 還是跟第一天吃一樣的好吃 之後就出去西門町夜市看看 逛逛燈展和吃小吃 我超喜歡吃這間萬國滷味 其實我一心只想吃豆腐皮 但是只要一樣這麼便宜的東西 好像不太好 那就要多了個雞胸 不過它的雞胸 不是你們平時吃慢煮好軟的那種雞胸 是真的有點咬口 幸好豆腐皮超好吃 好吃到我想買一大堆回香港 我覺得豆製品和滷味真的超級合 特別入味 好了都沒有喝過這個苦瓜汁 其實我覺得它真的還喝到苦瓜味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會說它很好喝 另外就是再去上次覺得都不錯的鹽酥雞店 不過今次就不買鹽酥雞了 買了個魷魚和雞皮 不過我覺得它這次兩樣都過濃了 那個魷魚有點硬 而我雞皮炸到硬了 很失望 而苦瓜汁旁邊的三兄妹刨冰 我都很久都沒吃過了 記得以前第一次來好像每個人都要吃 喝 其實它的價錢都不便宜 差不多在香港選 很大盒 不過就不太好吃 芒果不算很甜 而且上面那球芒果是有些假的糖水味 這些東西都是吃情話和回憶 可能我覺得10年8年再吃第二次了 另一個今次想試的新菜 就是西門町一家聖比德 它裡面有一張牛扎餅 是朋友推介 味道有很多款 服務很好 款款都可以試 而且包裝都很漂亮 細細盒 又不會太壓定 今次買了咖啡味 八爪茶和陪茶 三款都是有少少苦澀 平衡甜味 不會太大負擔 租加牛扎的部分 陰韌得來 又不會黏牙 下次會再買呀 我來的時候 正正是元宵節 整個台北市都在搞燈展 而西門町正正是它重點展覽的地方 我第一天來的時候是星期五晚 真的超多人呀 真正的夜繽紛 有一兩個點我覺得都蠻漂亮的 特別是這一個門 其他就見人見子啦 不過至少他們氣氛真的很好 雖然只是過了三個月不夠 但是和我上次12月的時候 開山門町比 好像又再熱鬧了 當時都還有些急號 現在已經開了 還有不少新的品牌入住 所以我發覺住在西門町都真的蠻不錯呀 又方便又多東西吃 現在還有很多街霞 不像以前那樣 只是買一些旅遊的 通常來到台北我都會去這些店 現在當中有不少在西門町都已經有分店 這一家以前我特地去到信義區 上次我來都還沒有西門店 這次已經有啦 還有幾層高 特別推薦買台灣仔的內衣 真的便宜漂亮呀 可以在門市試著了 再定期在香港那裡網購 很多都會寄到來香港 另外這次還在成品發現了這個手桌的牌子 風格都是偏有可愛和少女 重點是價錢一點都不貴呀 幾百元就有交易 摸下去的資料都挺軟 而且我勒勒在淘寶看過是沒有完全一樣的款式的 可以安心購買 另外同樣在疫情之後 才在西門町開的寶牙都是很值得行 無論是台灣本土牌子還是日學台 開架牌子很多都在這裡找到 連一些很冷門的牌子都有 而且價格都比較便宜 不過當然都要比較下 你想買的東西 過一騎屈臣子 小生美日或者康市美 有沒有做得到的 另外還有一大堆的日用品 零食 普遍品 貼身衣物感 連買鞋子也有驚喜呀 這個New Balance在香港賣貴少少的 下條片就會介紹一下西門町以外 還去了哪裡吃東西 拜拜 好 好 好